因为这几年,日本和台湾互相支持,每逢对方有难,都会立即拔刀相助,已经形成了良好的互动。 而在311大地震发生十多年后,近期在这次的灾难中,可以看到台湾在日本大地震发生就第一时间相助,并且救援队,随时可以出动去日本支援。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则是特别提到台湾,表示谢谢台湾捐赠6000万日元,约1200万台币,他再次表达了感激之情。 虽然日本护照,享有缅迁入境全球189个国家和地区的特权,被视为最有含金量的护照之一,但由于语言环境、食物卫生等种种因素,多数日本人却不太习惯出国旅行。 但因为台湾离日本较近且治安良好,对外国人友善,成为不少日本人喜爱前往的国家之一。 以下讲述台湾人在日本遇到的感人事件。 以下会用我为第一人称。 日本人对台湾的友好程度一直是令人惊喜的。 在疫情前,我每年都飞往日本好几次,在分享我的经验时,常常提到在日本遇到的感人故事。 身为台湾观光活动大使,我在复日旅行时经常宣传台湾观光,进行一种国民外交。 当日本人知道我们是台湾人时,他们总是表现出极大的友善。 有时候,他们不仅没开眼笑,还会送上一堆小礼物。 更令我感动的是,他们总是非常热心地表达感谢,特别提到台湾在311大地震时,对日本的慷慨援助。 我在日本遇到的这些情景已经达到20次以上。 有时候,路人甚至会偷偷为我们支付餐费,让我感到非常不好意思,但也让我更加感受到日本人对台湾的深厚友情。 这种互相关心和支持的文化,使得我对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充满信心。 还记得另一次在山形屋台村的铁板烧摊子用餐的经历。 当老板得知我是台湾人时,马上展现出极大的热情,要求合照,还特地招待我喝酒。 旁边的客人也纷纷感谢台湾在311地震时的援助,甚至有人谈到感动的热泪盈眶。 我赶紧取出台湾观光DM,邀请他们亲自到台湾旅行。 还有一次我在冲省的一家热情的小店用餐,店家好奇地问我来自哪里。 当店家和旁边的客人得知他是台湾人后,同样是一片感谢赈灾援助的态度。 交流让整个场面充满温馨,甚至有人再谈到最后也是眼眶泛红。 还有一次我在北海道航馆遇到了一位一开始态度严肃的店家。 然而当女主人察觉到我是台湾来的后,态度立即转变得十分亲切, 甚至主动聊起在北海道打球的台湾球星杨戴刚。 他表示虽然杨戴刚已离开北海道,但依然全力支持他。 这样的交流让他深感温馨,也显示了台湾与日本之间的情谊。 我有一次去神户的一家铁板烧店,原本主厨可能以为我们是中国人, 于是在服务上非常严肃。 然而,当我和主厨聊天,让他知道我们是台湾人后, 态度立即变得超级热情,甚至额外招待我们享用哈密瓜。 这种突如其来的热情款待,让整个用餐体验更加难忘, 也让我深刻体会到日本人对台湾的友好。 在阿美恒丁的三普三级,我也受到了特别的招待, 品尝了特制的黑鲁鱼寿司。 店家还用美乃滋在盘子上写下欢迎光临,表达对台湾的友好。 在一封堂,店员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,一直感谢台湾。 当得知我是台湾人后,他们马上眉飞色舞,非常兴奋地与我开始交谈。 尽管他不懂英文,我也不懂日文,但透过笔潭和Google翻译, 我们仍然能够聊得金鸡有味。 他在纸上写下台湾人和日本人是好朋友,展现了深厚的友谊。 我还记得,之前在巴黎的拉法业退水柜台,店员发现我是台湾人时, 表示他认为亚洲人中台湾人最有礼貌。 而在浅草的一次经历,我被误认为是日本人, 当我用日文回应是台湾人时,日本奶奶们反而感到惊讶, 觉得我态度非常友好。 我曾两次遇到热心的日本朋友, 他们直接放下手中的工作,关闭店面或者锁上家门, 亲自带我前往我要去的地方,让我不用害怕迷路。 近年来,越来越多的日本人爱上台湾, 使台湾成为他们旅游的首选之一。 台湾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不断提升, 成为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。 日本人对台湾的热爱,不仅表现在旅游趋势上, 甚至许多女性杂志也经常介绍台湾, 使得台湾在日本的知名度持续攀升。 究竟是什么让日本人如此着迷于台湾? 让我们听听实际到过台湾的日本人分享, 了解他们眼中充满魅力的台湾吧。 一、台湾人日常让我惊艳。 在台湾地铁的一次体验中, 台湾人的温暖举动让我深感感动。 一位女士,她曾多次造访台湾, 每次都感受到台湾人对老年人的细心照顾。 这次,她带家人前来庆祝,父亲六十大寿, 而在西门乘坐中正纪念堂的松山新殿线时, 一位年轻人,看起来二十出头的男士, 突然站起身来,主动让座给他们。 这位日本父亲感到非常感动, 用日语表达了感谢之情, 而让座的年轻男士也轻轻地笑了笑。 这场景让我们永生难忘, 仿佛是一幅温馨的画面, 展现了台湾人热心助人, 关怀他人的美好品质。 在日本,也有提倡给予老年人和残疾人士让座的文化, 但有时因为担心他人的眼光, 许多人即使想让座, 也无法毫无顾忌地坐下。 一位来自日本的女士, 在和台湾导游交流时, 分享了这个观察。 他指出, 相较于日本, 台湾人对老年人的尊敬和关爱更为直接而自然。 在台湾, 人们心存善意, 无条件地让做给需要的人, 并展现了亲切之心。 这种热忱的举动让他深受感动, 认为这是值得日本人学习的地方。 二、台湾人是世界上最热情善良的人。 在言语不通的情况下, 台湾人表现出极大的亲切和善良。 一位活跃于旅游界的日本先生, 也是旅游指南作家, 分享了他在九份景点的美食采访经验。 在一家没有提前预约的爆冰店, 他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爆冰店, 但由于事先为和店家约好, 语言不通成为一个障碍。 他试着用英语和手识解释, 但店里的人好像听不懂。 当他感到困惑时, 店员却热心地请他等一下, 并走进店里。 后来,一位大约80岁, 有点驼背的老奶奶走出来, 以非常漂亮的日语对她说话, 爽快地答应,接受采访。 这位日本先生感到非常感动, 尤其是老奶奶能够以漂亮的日语与她沟通。 更令她感动的是, 店里的人并未冷淡地拒绝, 而是积极帮助她解决语言障碍, 最终让老奶奶来协助完成采访。 这个温暖的经历让她深深感受到台湾人的热情和善意。 三,夜市是美食王国。 台湾的夜市真的令人赞叹, 堪称世界美食王国。 一位已经造访过台湾三次的女士分享了她的感受。 她回忆起, 十年前初次造访台湾时, 受到旅游指南书上推荐的视林夜市吸引。 或许是周末的缘故, 即使已经过了晚上十点, 夜市依然充满着年轻情侣和家庭十分热闹。 这位女士进一步分享了在日本过了晚上十点的体验。 在日本, 想要感受到这样热闹的场景, 可能只有除夕倒数和万圣节。 而在台湾, 每天都能找到夜市, 人们与恋人、朋友或家人一起热热闹闹地享受美食, 然后漫游夜市街头。 她感叹在台湾感受到的夜晚充满活力, 每天都充满了生活的乐趣。 这种夜市文化的丰富度确实是台湾特有的魅力所在。 在日本人的印象中, 台湾是一个从白天到夜晚都充满活力的国度。 台湾的魅力之一在于早餐的丰富种类, 美味且方便。 许多经常到台湾的日本人都表示, 不预约包含早餐的饭店, 因为在台湾, 早上在车站和路边都能找到各式路边摊。 这些摊贩提供肉包、粥、豆浆, 以及台湾风味的饭团和蛋饼, 每天享受这些美食, 让他们感到非常快乐。 他们强调在台湾, 这些美味的食物不仅便宜, 而且还是新鲜现做的, 这正是吸引他们的魅力所在。 他们希望在日本也能有类似的路边摊, 能够像在台湾一样, 根据需要选择热的或冷的食物, 而且价格实惠, 味道美味。 每天早上都能享受到这样的美食, 让他们感到非常满足。 四,台湾最令人惊奇的景象之一, 就是摩托车的数量之多, 被誉为世界第一的摩托车王国。 一位曾多次造访台湾的日本人, 分享了他在台湾交叉路口的独特观察。 在日本等待交叉路口的红绿灯时, 汽车通常排在最前面, 旁边只停几台摩托车。 而在台湾的交叉路口, 红绿灯的后面首先出现的是大量的摩托车, 形成一支庞大的军队, 然后才是汽车。 当绿灯一辆, 所有车辆一起启动。 令人惊奇的是, 这样密集的摩托车大军, 竟然能够平稳行进, 彼此不相碰撞, 这样的景象让人印象深刻。 他进一步指出, 在日本一般难以见到, 两人一起骑摩托车, 但在台湾, 这样的情景非常普遍, 甚至有家人一同骑着摩托车, 后座还载着小朋友。 这样温馨且充满爱的画面, 在台湾很常见, 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 许多曾造访过台湾的日本人坦言, 台湾拥有许多日本所没有的魅力, 这成为他们喜爱台湾的原因之一。 在台湾生活的其中一个特色, 是垃圾车播放的少女的祈祷, 给爱丽丝的音乐, 这成为居民极为熟悉的声音。 垃圾车每天会来一两次, 当垃圾车出现时, 居民就会带着家庭垃圾, 迅速跑出家门, 将垃圾投进车中。 这样的方式, 在日本人看来, 实在是相当特别的。 台湾独有的魅力, 在日本人心中闪闪发光, 甚至引起许多日本人, 对台湾的迷恋。 这些喜爱台湾的日本人, 期待台湾的魅力, 能在日本持续散发光彩, 让更多的日本人, 能够深入了解台湾的美好之处。 希望日本与台湾, 永远都能是值得如此关心, 和信任的好邻居。 同时, 我期望在台湾需要帮助的时候, 日本能够第一时间站在台湾身旁, 共同应对任何挑战。